是的 這個是日期的 最後我們再講就是說有關什麼 有關跨欄位的 比如說我們剛剛就是單單這個就是一個 單單這個就一個 如果說我今天這個也要這個也要 然後有可能是交集有可能是連集 所謂交集的話 就是比如說小咪和金融業 那你要兩個都是 比如說小咪而且他的這個資料也是金融業才出現 另外一種是或 就是小咪或金融業變成兩個 大概看你實際上用的 一般通常是and的比較多 不過你可能就是自己 也許你可以弄個表單 然後當他要輸入資料的時候自己去挑選 那彈性就很大了 可不可以做出來沒有問題 有沒有 其實剛剛講的那個概念 你其實真的這裡面 真的可以做出千變萬化的查詢 因為最早我剛開始入門 入行的時候我就在寫查詢系統 不過我剛剛講過不是for itself 是for oracle 資料庫的 而且那個時候是在足科裡面 幫那個蠻大的那個半導體廠 現在還在 而且非常的大 OK 就是最大的那一個 OK 那時候他們真的非常有錢 因為那時候技術還不是非常純粗的 他們都是要最新的 所以其實我只是說把我以前的那個經驗 轉換到這邊 我發現這個也OK啊 為什麼沒有人想到 因為你如果要那個的話 好像我們以前動不動隨便寫一個案子 都是百萬起跳的 寫出來的結果跟這個一不一樣 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以前資料庫跟前端層次是分開來的 那現在這個是結合在一起的 OK 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不一樣啊 因為這個反而更方便 OK 那所以有的時候當然不要迷信 有的時候有些東西說真的不一定要花大錢 不一定要是那個什麼原來的和尚才會念經 不見得一定是你要一定要找那個什麼什麼東西才有辦法結論 你身邊就有很好的工具 只是說很多人 這個工具都沒有用手 就還要再去買別的工具了 然後公司就花了一大堆錢 最後的話 每個工具都還沒有把它用到最有效率的應用 所以其實還蠻可惜的 因為幾乎每台電腦都一切吧 那會何不把這個東西用到它應該要有的那個效果 不然的話說真的這也是有浪費 而且微軟每年收那麼多錢 對不對 OK 好那我們怎麼做跨欄位式的 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 我跟DEMO一下 比如說這邊按下去 它第一個一樣會跳什麼 哪一個業務員 也許我記得嗎 小咪 反正我這邊隨便找一個 第二個又跳一個 所以有一個X有個Y 等下這個Y的話 假設我要產業別是金融業 然後我這邊的話 我是用什麼 我記得我好像是用XLand 兩個其中都要出現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列出來 小咪與金融業 所以你會發現 這兩個都要出現 有沒有 不過甚至我覺得更貼心一點應該是 這兩欄乾脆刪掉算了 因為既然已經是小咪與金融業 那這兩欄感覺又有點多 不過這只是我看到的 我覺得因為我其實有時候還會蠻歸 不過把它刪掉很簡單 你就Column Column 點Delete就好 這兩欄就把它刪掉 不過這個可能你自己可以彈性一下 裡面大概多寫哪些地方很簡單 其實我也是直接把那個業務 篩選業務拿來改 變成多重篩選 底線的話就是業務與產業表 那你可以去找別的 裡面的話大概有幾個地方做一個變動而已 我其實有一個把它刪得起來 去暈端 讓我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多一個Y 本來本來是X而已 多一個Y 所以防呆 其實剛剛前面我很多地方防呆我沒有改 因為我覺得這可能你們自己再自己改一下 再缺了一下 因為其實很多細節 你就把它每個細節都注意到的話 那這個系統就無敵了 就不會壞掉 不會壞掉呢 人家就不會找你麻煩了 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了 所以要想的就是要全面的 然後再來就要不斷測試 另外還有一點 盡量不要讓那個邏輯太複雜 因為如果你邏輯太複雜 你就要去想各種可能性 然後去防堵說那個錯誤的發生 所以一個系統要耐用就是最簡單 什麼都不能用 就是只能用這幾個功能 那它就比較不會壞掉